蜜枝红玉 选用红玉1000克冰糖125克蜂蜜20克 制作的时候将红玉修改成橄榄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将修改好的红玉放入水中泡制 在砂锅里垫上竹垫 把红玉放入竹垫上 加入冰糖 蜂蜜 加入清水 盖上盖上火 砂锅的水烧开以后撇去浮沫 该用小火焖一小时左右 等到汤汁变浓并且有粘性的时候 将红玉盖逐个剪出来 在盘内摆成花朵的形状 在盘内摆成花朵的盘摆成花朵的盘摆成花朵的盘摆成花朵 它的特点是 色泽橘红入口酥润香甜 色泽橘红入口酥液